曹操这个人啊 可以说大家都觉得很熟悉 因为太多的朋友读过《三国演义》 或者看过曹操的电视剧 那曹操真实的形象是什么样子 曹操木发现以后 能否改变曹操的形象 或者是正视曹操的形象呢 这个木造的文物 告诉了我们一个怎么样的曹操呢 这是我下面要讲 有的网友呢 他读过很多的历史故事 历史小说 也听过很多传闻 他说曹操这个人呢 他是个坏人 他身前还道过梦呢 等等讲很多这样的事情 因为网友没相信啊 曹操在历史上 是一个诡计多端的人 他死了以后 据说他死的时候 还交代设置遗种 有人说的更加神乎其声 说曹操死了以后 洛阳城四门洞开 每个门都出来送病的队伍 那就是曹操设置 七十二遗种的开始 网友就质疑了 你们考古学界认定西科学二号墓是曹操木的时候 你是否考虑到了遗种呢 其实呢 我知道这位网友质疑的上意 但是请大家相信 考古学界的人 一定会考虑各种可能性 各种资料的遗种 你知道 他知道 其实我也知道 我们也知道这个说法 但是我们心目中的遗种 是南宋以后才有的 曹操当年死了以后 埋在夜城之溪 西门报此之溪 是尽人皆知啊 甚至说李世民 当年曾高国立 路经昂扬 还曾去评照过曹操高陵 难道他不知道曹操埋在哪里吗 文献里写得明明白白 北宋的时候 还试过护灵意 看护曹操的人 也就是北宋以前 大家都知道曹操埋在哪里 遗种 七色遗种 是后人黑曹操附会的 那么这件事呢 我们也做过一个梳理 这个遗种之说怎么来的呢 北宋的时候 他的手都是在今天的开封 安阳离开封其实不远 因为安阳在开封的北边 大家看一下地图 那么安阳的位置呢 它的西边啊 今天当然是金光铁路了 金光铁路再往西 你可以看到太行山 太行山跟金光铁路之间呢 你现在去看 现在你开车经过107国道 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 好多大的土种啊 缝堆啊 今天你还看得到 其实北宋的人 如果离开开封 往北走 走到安阳 走到临章 走到慈县 他还是看得到 其实北宋往北走 是有条光道的 那条光道就经过安阳市 被交 那条道路 很幸运的是 我自己都挖到过 我挖到过那条道路 我挖到过那条道路上的 马车的车车 我还捡到过瓷片 那么七十二一种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北宋年间 有一天 北宋的宰相杭齐 来到了三台 在三台怀骨 兵井台 金虎台 铜雀台 都是曹操建的 那么 杭齐呢 走到铜雀台的时候 他就想起了当年的曹操 他就写了一首诗啊 诗里头有两句话 他本来是作为一个文人 一个宰相 发几句感慨 但是呢 他提到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西商 一个是乙种 大家想象一下 其实他说的乙种 指的就是 今天金光铁路西边的一个个的坟包 他说那些坟包不知道是谁的 但是感慨一下人生 西商 对吧 他本来说的这个 本意 并没有说曹操社的一种 可是后来呢 另一位宰相 王安石 又写了一首诗 他居然用乙种直接做标题 他写的什么 青山如浪 入张州 铜雀台西 八九丘 他写诗的位置 这个空间关系 大家体会一下 也在桑台之上 因为在张州 零张 今天的零张线 过去叫张州 他肯定是站在张州 其实就是铜雀台上 往西看 才能看到青山如浪 铜雀台西 八九丘 我站在铜雀台 我可以看到八九个坟包 然后呢 这首诗 其实也是王安石 他简单地 抒发自己的感慨 那八九个坟 得谁的呢 一种 他无非说这个而已 他并没有说 那是曹操木的一种 本来这两首诗呢 跟七十二一种没有关系 可是紧接着 世事变化 沧海桑田 北宋被金人击溃了 那么赵构先是在 今天河南的商丘 建立了南宋洞 然后迁都林啊 于是中国就形成了 南北对治的格局 那么南宋人就想 北方是坏的 金人是坏的 那么逐渐移植万千推呢 南宋的地盘就是当年的东吴啊 而京的地盘就是当年的曹操啊 魏啊 那么北方中原呢 就是曹操的地盘呢 那么南北岐不是对治吗 那么这样的话 把这个情绪上的东西啊 就逐渐逐渐蔓延到了对曹操的评价 那么曹操的形象 江河日下 立马就不好了 杭齐的西商乙种累累在 以及光石的铜雀台西八九丘 八九七十二那不就成了曹操的吗 那么南宋以后 七十二乙种的问题才出现 那么说到这里 我就要告诉大家 七十二乙种本来就不存在 是后人黑曹操强加给曹操的 曹操自己就说过 如果不是我曹操的话 不止己人称姑 己人称弟 刘氏江山早就被创汉了 是曹操摁住了 所以曹操 是清白的一生 曹操墓发现以后 这座墓葬的文物 告诉了我们一个怎么样的曹操呢 我先来说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 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 长什么样 身高多少 有什么爱好 这是我下面要讲的 毫无疑问 穆操里出土了曹操的头骨 其实还出土了曹操的一根腿骨 那么这些骨头 给我们勾勒了一个什么样的曹操的形象呢 大家知道人的长相跟骨骼是有关系的 过去有个叫摸骨树 是吧 摸你的骨头 能知道你什么样子 我曾经把曹操拿到手里 我拿到手里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一位老年的曹操 他的牙 看着快掉了 从人类学角度来讲 从牙齿的角度来观察 他有直尺 就是他的生活可能是在一个很艰辛的环境里头度过的 所以他吃的东西可能很粗糙 能看到这位老人并不是那么像年轻人一样 一口白牙特别干净 也不是那个样 这是他的面貌 当然曹操武关什么样 由于曹操的头骨破碎了 我们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复原 现在有研究机构在试图根据曹操残破的头骨 再进行复原 也许等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看到曹操的复原头像 曹操长什么样 我们先搁置一遍 曹操有多高呢 刚才我说到了 曹操的骨骼里头 曾经有一根腿骨 就大腿骨啊 那么人的身高跟人的骨骼是相关的了 你像我们考古发现一座墓葬 里面谈一人 最简单的了解他身高的办法 就是从头顶扎个铁条 扯一根线 然后扯到脚的脚后跟 他为什么扯到脚后跟呢 因为人死了以后 那个脚啊 他原来是这么立着的 他放松了就绷直了 你不能从脚趾头开始量 你必须从脚后跟量 那么从脚后跟到头顶 拉根直线 在这个人是直着躺着的情况下 或者躺着 或者面向上 或者面朝下 但是人必须是直躺着 在这个情况下 我可以量出他的身高了 但是曹操木 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曹操的头骨 腿骨 都离开了原位 他不是躺在自己的光彩里头 也不是在光床上 所以他的身高怎么来的呢 他的身高只能根据他的腿骨 骨骨的长度乘以一个指数 这个指数是人类学家 通过各式各样的人的身高 跟他的比例关系计算出来的 那么根据骨骨乘以一个指数 所计算出来的曹操的身高 到底多少呢 我说出来 大家一定很吃惊 一米五六 一米五六是个很矮的身高 说实话 用这个办法来算身高 是有点误差的 但是大差不差 我觉得曹操的身高 大概率是超不过一米六的 就算有误差 他也不会超过一米六 所以曹操是一个 一米六以下的 身材矮小的人 那么这么一个数字 这就是真实曹操的数字了 其实在文献里头 也记录过曹操的样子 实际上东晋有一位学者 叫孙胜 他写过一本书 叫卫世春秋 在卫世春秋里头 他也记录了曹操的样子 他用了八个字 也就是说在文献里头的曹操 他身材也不高 但是神态特别的金杠 是这个概念 那么木在你的曹操的形象 跟文献里头的这个形象 实际就吻合了 我相信这就是真实的曹操 那么一米五六或者一米六以下的身高 在古代 是矮的 但是 我们要纠正个概念 千万不要觉得古代的人都很高 我在安严因虚发掘的时候 经常打开墓葬 然后有来访者 站到墓葬的边上 看到那幅躺着的人骨架 常常发出一句感叹 说古人好高啊 古人是好高吗 不对的 人的身高也是在进化的 古代人的身高是没有今天人高的 之所以很多人站在墓葬边 看到躺在墓里头的人说 古人很高 那真的是因为他的脚掌生长了 所以你脚掌影响了你的观察 你如果真要看身高就应该从脚后跟到头顶来看 所以曹操这个身高在古代是正常的 有人统计了清朝皇帝的身高 绝大多数也不过一米六几 今天大街上满是一米七 甚至一米八的小伙子 那是因为今天的营养跟上了 人在长高 古代并没这么高 这是曹操的形象 记住了 孙盛讲的 姿帽短小 神明英发 这就是曹操 好了 这是曹操的体质特质 那人是要穿衣服 要戴帽子的 对不对 曹操墓里给没给 穿衣戴帽的信息呢 有的 曹操墓里出土的六边形石盘 好多都涉及到曹操的穿戴 甚至被子 盖的被子都有 帽子 被子 衣服 那曹操喜欢穿什么呢 我跟大家描述一下曹操 你像我现在 牛仔裤 短袖 这是今天的服装 东汉的时候 曹操穿的肯定不可能这个样子 他没这样的款式 他喜欢穿什么呢 我先说颜色 你知道曹操喜欢穿白 穿白披子 是曹操的个人爱好 石盘里写着 白练当商二 白练当裙一 都是白的 注意哈 一个是当商 一个是当裙 所以他一裤分开 但都是白的 或者叫紫霄披商 紫色的披商 所以你可以想象 一个身材不高 精明的男士 穿着白色的衣服 白色的裙子 再披一个紫色的披风 这就是曹操 这就是墓葬 所告诉我们的 真实的曹操 所以大家不要犹豫 曹操的形象 有了这座墓 就有了 过去咱们看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 对吧 或者你读三国志 你永远得到的只是 虚幻的概念 可是你看到今天 墓葬发觉以后的曹操 那才是真实的曹操 曹操是这个样子 穿白衣 穿白裙 披紫商 身貌短小 但是非常精明 这就是曹操 我们说完曹操这个人 当然还得说出他的生活 那曹操有什么爱好呢 墓葬的文物一出 曹操的爱好也出来了 曹操还有很多爱好 曹操作为东汉末年的重臣 大权在握 他也要讲究自己的形象 虽然够不高 但是他还是要讲究形象 所以曹操也化妆 曹操化妆的证据在哪里呢 一个是 穆操里出囤了一面这么大的铁镜 我的手比回下这么大 后面一个扭 这面铁镜原本应该是 正亮正亮的正面 可以照容颜 还有一个 穆操里出了一块小石牌 上面写着镜台一 这面镜子不是随便拿手里的 那镜子很重的 那镜子应该是在一个镜架子上 放到镜台上 那么曹操经常照镜子 那么照镜子他说他干嘛呢 要化妆 所以里头另外一块白写着 糊粉二斤 什么叫糊粉 糊粉是化妆品的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你就看见曹操这个形象 通过墓葬的随葬品 反映的非常的真实 那曹操还有什么爱好 曹操还有很多爱好 过去的文献里头提到 曹操熏香 对吧 鱼香风雨祝福人 说他熏香吗 墓葬里头出了一个小石牌 上面写着香囊撒霜 丧尸霜 丧尸对香囊 他熏香 大家想为什么熏香 那古人不像今天 今天累了 冲个凉 洗个二十早 全身干干净净的 那个时候 熏香 人跟人家离得近的时候 它有体味啊 然后呢 洗澡也不那么方便嘛 所以行军帐里 屋子里熏个香 其实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献 这篇文献称之为 遗令 这是曹操 这是曹操临终之前 交代后世 对身旁的人 说的一番话 这番话被 史官记录下来 称之为一令 这是一篇很感人的文献 说得很长 我概括一下他的内容 他说啊 昨天晚上 我不舒服 早晨起来 喝了点当鬼汤 喝了点粥 后来感觉好多了 当年我在军队里头 很暴怒 经常发脾气 你们不要学我 那么我呢 有头痛 我把这个帽子给摘掉 我将来死了以后 你们也不要过于悲伤 你们在同学台上 往西看看 看看我的林墓 就可以了 那么我身边好的东西 可以分给大家 你看你们几个女子 他对着自己几个女人说 你们也没有别的特长 我走之后 你们做的生存吧 那么我呢 有一些香料 可以拿走 那么他又对自己的亲人说 我死了之后 不要把我的墓葬 搞得太奢华 叫无藏金玉珍宝 就不要随葬金玉珍宝 要从简 要搏葬 这个意思 那曹操还喜欢什么 曹操还喜欢那个屏风 因为墓上里 有一块小石牌上面 写着屏风一副 所以曹操喜欢屏风 大家注意哈 那个时候的人是席坐的 他不像今天有桌子有椅子 他是在地下坐着的 跪着 半跪在地下 或者是坐在地上 席子 然后呢 后面一个屏风 还有什么 曹操墓里不出了一个牌 上面写着书案一吗 所以你想想 曹操他经常性的动作就是 跪在席子 或者坐在席子上 背后一个屏风 穿着白色的衣服 披着紫纱披 然后前面一个书案 再黏个墨拉支笔 再写东西 发布命令 或者写诗文等等 那就是曹操 曹操的形象呼之欲出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曹操有什么爱好 曹操实际是个 非常爱读书的人 酷爱读书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想起 他为什么可以留下 那么多作品 墓葬里啊 出了一个很小很小的 油灯的残见 我们想象一下 东汉的时候是没有电灯的 白天当然有日光 可以写可以看 到了晚上就得靠灯了 所以调灯夜读 那也是曹操的形象之一啊 墓葬里出的那个小的 铜灯藏 那明显是证实了曹操 生前喜欢读书的 这一个侧面 这是曹操在屋里头的 曹操出不出去呢 当然要出去了 出去怎么出去啊 走出去是吧 我走出去 但是呢曹操走远呢 他不可能靠 不可能老走吧 那个时候的交通 不像现在有车 他怎么弄呢 坐车 这座墓葬里 一个是出走了 一个小石盘 上面写着随葬一辆车 结果墓葬里 果然有这个车的构建 所以曹操出行是坐车的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你就看见曹操这个形象 通过墓葬的随葬品 反映得非常的真实 除了这样的穿戴 这样的颜色 这样的服饰 这样的屏风 书桌 写字 你有了这些以后 你就发现 哎呀 这个墓不白挖 挖完以后曹操 是这个样子的 以后再排什么曹操 三国就要照这个形象来拍了 对吧 这才是真正的曹操 刚才我们讲了 曹操的个人形象 个人爱好 那么这座墓葬里 是否还描绘了曹操的 其他侧面呢 这是我下面要讲的